桃園機場內幾乎是一整片黑媽媽 繼續往前走 更是一點燈光都沒有 傻眼的美食街員工只好拿出手電筒 勉強繼續工作 同一時間機場大廳 所有旅客大塞車 淘擠第二航廈 11號晚上7點多發生跳電 連輸送貸都直接罷工 只能靠人工乘行李 輸送貸還沒好 那行李怎麼下去 在這裡啊 還在這邊等 那他怎麼弄啊 大家還沒搞清楚發生什麼事 就突然聞到濃濃煙味 一度以為是火災 我們就剛好要去那邊check in的時候 還沒走到櫃檯 他們就說 那邊跳電 東西燒 有燒起來跳電 叫我們移到別的地方 然後後來煙就越來越大 因為跳電 啟動柴油發電機 卻沒開抽風 才會瀰漫大量農煙 眼前烏七抹黑 伸手不見五指 不知旅客心情緊張 機場工作人員也忙翻天 那現在是沒辦法投入 沒辦法把電送到現場 那沒辦法送到現場 我要知道大概還要多久時間 發電機外大批行警 嚴密警戒 盤點包括地下行李區 美食街 出境大廳 南側登機廊廳 通通都停電 8點31 恢復供電 大約一個半小時後 地下室行李區率先恢復供電 陶器公司指出 因為主便電站回路跳脫 連備員回路也沒用 研判可能是電纜故障 至於旅客出入境 班機起降都正常 只是大家內心已經受到影響 TVBS新聞 黃冠偉 林志偉 張若科 桃園報導